富二代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 单手握着蓝布基尼的方向盘 谁想做我女朋友 这车就送给谁 群里挖声一片 我却有些惊讶 因为倒是镜上挂着我定制的吊坠 这车是我的 那他是谁 大一开学 有人建了个群 拉了一个富二代同学进来 头像十分帅气 狂野中带着温暖的气息 他说了句同学们好 然后就连发了十个红包 又土又好 同学们都涉事卫生 哪见过这场面啊 谢谢大佬 大佬霸气 这红包也太大了 求大佬给调腿让我抱 管理员这时候发消息了 新来的同学报照 大家坐等 过了一会 男生直接发了几张照片过来 穿着限量版球衣球鞋 打篮球的照片 穿着西装革履 在餐厅里举杯的照片 在阳光海滩秀肌肉的照片 每张照片都在彰显着 他豪华的气质和身份 最后一张照片更是炸裂 单手握着蓝布基尼的方向盘 手腕上的百达斐力明表 一时间群里直接安静了 这种炫富方式 让他们闻所未闻 富二代主动说话了 我之前还和兄弟说过 谁要是做我女朋友 这辆毒药就给他了 此话一出 群里人瞬间不淡定了 哎呦 几个小仙女姐姐 连忙发消息了 小哥哥 我单身 弟弟你好 我有个同学说喜欢你 我可以陪你看日出日落 一辈子都黏着你 我没有说话 而是有些诧异 把照片放大一看 在倒视镜上挂着一个吊坠 上面有张照片 是我玩游戏 第一次拿五杀的截图 我当时脚踩着提莫的尸体 开怀大笑 这照片全世界都没有第二个 所以这辆兰博基尼 是我的 那群里的这个富二代 他又是谁 而且顾凯手上的那款 百达斐力限量版 是我18岁生日老妈送的 一直放在车里 结果被他先带上了 我不由的好奇起来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能坐到我的车上呢 我家是开酸菜厂的 我又不知道老爸能赚多少钱 反正对我始终很空门 穷养而富养女 男孩只有经过锻炼才能成长 儿子出门在外 千万不要漏腹 你看首富的儿子都被绑架了 我无奈地点点头 心想得老爸那点家产 怎么能和首富比较呢 反正从小到大 我就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 吃穿用度都很朴素低调 直到有一天 我在福布斯排行榜上 看到了老爸的名字 虽然在最末端 但财富数字 却让我瞪大了眼睛 原来我家酸菜这么挣钱 还发往全国各地 甚至还对韩国出口泡菜 开学报到那天 我爸给我装好东西 所有的行李都装进了一个 硬有脆花酸菜的编制袋子 然后我爸开着厂里的奇瑞 我妈还给我买了一个烤地瓜 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学校 家里车库那几辆 豪车都没开 因为爸妈觉得太扎眼 等到了寝室 我才发现已经挤满了人 不是四人寝吗 只见五六个人说笑着 众星捧月班围着一个男生 我仔细一看才发现 这不是群里那富二代吗 他的名字叫顾凯 几个人有说有笑 一看到我们进屋 视线就再也抹不开了 我一只手里拿着烤地瓜 一只手拿着编织袋 我爸肩上还扛着翠花酸菜 场面十分壮观 一个男生嘲笑着说道 呦 从东北来的 可真囤啊 我爸没看到他的说话声 然后笑了笑 对几个男孩说道 你们好 以后我儿子就和你们同处一时了 请多多照顾 我也让我儿子向你们学习 另一个男生轻声说道 向我们学习 他得有学习的资本啊 我们不是一路人 瞒不到一起去的 我爸愣了愣 然后叮嘱我说要团结友爱 和室友们多学习交流 我妈却皱了皱眉 显然觉得这几个同学 有些视力眼 顾凯带着不屑的笑意说道 你爸对你可真好 耳廷念命地教你 不像我爸 把我送到这里就走了 和校长去吃饭了 哎呦 我嘴角抽了抽 无形装逼 最为致命 我爸我妈看了我一眼 似乎在询问 这哪里来的二傻子 你可别像他一样 我用眼神告诉他 你放心 我很低调 没那么二逼 我送他们离开时 我爸提给我一把钥匙 在这个城市 我家有套别墅 没事可以过去住 我接过钥匙点点头 等我回到寝室 顾凯没在 听说和几个聊得 火热的女生见面去了 到了要关寝室门的时候 顾凯回来了 手里拎着一堆礼盒 寝室一个胖子看到顾凯后 立刻下床 主动接过他手里的东西 顾哥回来了 我的天 收到这么多礼物 胖子露出羡慕的眼神 顾凯得意地笑着 他们非得送我礼物 我也没办法拒绝啊 我只能在他们脖子上 种个小草莓吧 当作回礼了 顾凯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 眼里带着得意的笑容 胖子为了取悦他 直接把枪口对准了我 女生都喜欢更优秀的人 咱们点点酸菜送礼物呢 为了加强讽刺效果 胖子直接把我名字改成酸菜了 酸菜怎么了 我家的酸菜远消国外 还受到商业部点名夸奖表扬吗 顾凯听完胖子的话 眼里带着嘲笑的意思 但人故作高深的白白手说道 别这么说 酸菜也是很优秀的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都吃不到美味的食物了 寝室里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本来 我是真不想和这几个人有瓜葛 但现在 看他们没事找事的样子 让我不禁想逗逗他们 我假装担忧地说道 你说不要 他们还应送 咱们班女生这么差劲吗 是不是涉嫌骚扰啊 要不要我帮你报警 顾凯被我的话 噎得脸红脖子粗 收礼就收礼 非得装出一副 多怪别人的德行 有必要吗 你是什么霸道总裁 所有女生都死心塌地围着你转 胖子见气氛不对 连忙给顾凯找个台阶 对我说道 酸菜你可真没见过失眠 大惊小怪的样子 这点小事就报警 不是浪费警力吗 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 把酸菜袋子收起来 屋里全是味道 说完 俩人就都不理我了 我心里冷笑 顾凯坐我车 但我表的是还没完呢 以后慢慢聊 开学第二天 新生见面会 顺便举行班尾竞选 既然是竞选 就需要大家都投票 可是站在讲台上的辅导员 大笔一挥 直接把班长定给了顾凯 班里响起了嘻嘻啦啦的掌声 我有些目瞪口呆 好家伙 这哪里是班尾竞选 这简直是给班里同学化等级呢 谁有钱 谁就当班长 我天生反骨 直接就站起来问道 老师 不是投票选举吗 怎么还内定了呢 辅导员看了看我 然后眯着眼问道 你有什么意见 我要是也想当班长呢 辅导员当场就笑了 围坐在顾凯身边的几个男生女生 也都开始讽刺我 有些人真是不自量力 别这么说 不行给他一个劳动委员 他肯定行 哈哈 翠花 上三菜 辅导员放任几个同学语言霸凌我 并没有制止 过了一会 他才笑咪咪的说道 班长需要服务好班级同学 需要一定的人脉和资本 顾凯同学这方面能力比较强 所以我决定委任他当班长 我笑了 说白了 有钱就是能力呗 可顾凯不一定是真有钱啊 辅导员说完这些 话锋一转 开始攻击我了 有些同学要从自身找原因 不能一切都责怪世界 发言之前 要想想大局 不能只考虑自己 而且你弱 不代表你有理 说着 他还拍着讲桌 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身体前倾 给人施压的姿态 可正是他这个动作 正好露出他脖子上的一颗小草莓 我瞪大了眼睛 好家伙 难道是顾凯种的 开学第一天 就和辅导员约会去了 顾凯耸耸肩膀 给我一个口形 似乎在说 昨晚说服的 我直接笑了起来 然后坐了回去 辅导员扬了脖子 直接离开了 顾凯来到我身边 歪着头冷冷地说道 酸菜 只有狗才爱管闲事 你看看 你自己什么家事背景 也敢和我争 也配在这里 伸张正义 我是什么家事背景 看着顾凯那自信的样子 还真有点把我问住了 我真没什么背景 只有一个从农村拼搏出来的老爹 和一个正在攻读博士的老妈 到了下午 辅导员在群里艾特利下顾凯 让他去取本班的军训手册 结果他放下手机 不知道是不是抽风了 竟然对我一指气使得下命令了 酸菜 我不想走 你去把手册取回来 我抬起头 双手摊开 意思是你在开什么玩笑 顾凯你起眼 一副霸道总裁的样子说道 我让你取 也是给你脸 这脸你接不住 以后可就没机会了 我斜着眼笑着说道 你的脸可千万别给别人 它不好看 顾凯一下子站了起来 脸红脖子粗 似乎要和我打一架 这时候班里一个女生站了起来 连忙拉住了顾凯 嘴里小声说道 你跟这样的人生气不值得 拉底了你的身份 女生叫沈瑶 脸上浓装艳膜 眼里写满了视力 顾凯温柔地看向他 然后点点头说道 沈瑶我们约会去 下重不可与兵 跟他生气没必要 这个图老貌 然后俩人满眼如情溺地离开了 到了晚上 顾凯匆匆回来了 一脸的幸福洋溢 眉飞色舞 就好像动物世界到了春天一样 没过多久 楼下忽然传来闹轰轰的声音 我往楼下看过去 竟然有人用蜡烛围成了一个心形 一个女孩站在圈里 穿着婚纱 不是沈瑶又是谁 胖子推着顾凯 又拉着我来到楼下 顾凯高大帅气 一脸笑意地看着沈瑶 沈瑶大声喊道 顾凯 我喜欢你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扑吃 我没憋住 直接笑了出来 气氛很热烈 顾凯拥抱了沈瑶 俩人深情相吻 同学们在一旁起哄道 顾凯 沈瑶做你女朋友了 你什么时候把蓝波金妮开过来啊 我顿时就来了精神 是啊 你这蓝波金妮什么时候开来啊 顾凯脸色一变 当场就开始瞎编了 我爸让我低调一点 不能轻易开过来 沈瑶一脸幸福地看着顾凯 然后眼睛转了转说道 亲爱的 咱们不能炫富 否则被坏人盯上就麻烦了 我们这周末悄悄地去兜风吧 更安全 顾凯尴尬地笑着说道 没问题啊 我就歪着头 看着顾凯表演 心想我的车 你到底怎样才能开出来呢 我也比较好奇 现在这剧情 我可是越来越期待了 第二天 我小姑给我打电话了 说要来看看我 她不知道我爸妈给我的低调命名 开了她的法拉利就来了 我接到电话跑出去 见到小姑瞬间就傻了 红色炫酷的法拉利911 40多岁的小姑一身红裙 靠着车边等着我 那大波浪 大红唇让不少同学纷纷侧目 小姑见我到来 递给我不少高端衣物的袋子 然后搂着我的脖子笑骂道 你看看你 穿得破破烂烂 怎么能找到女朋友 说话的时候 她还打了我一下 我接过带子 挠着头说道 小姑 我爸妈让我低调 再说了 也不是什么有钱人 就是卖酸菜的 小姑笑得前仰后合 然后拍拍我屁股 让我回去了 我拎着东西一路小跑 如果一个垃圾桶时 为了让自己更低调一点 我悄悄把衣服取了出来 然后把带子丢了垃圾桶 我原以为没人注意 没想到这一幕 对别有用心的人拍了下来 当晚 学校贴巴里 就出现了一条火爆的帖子 新学期第一刮 大一男生被富婆包养 有图有真相 我抄 这种帖子我必须得欣赏欣赏了 我立马点进去 想看看哪个男生 这么惊世害俗 结果 男主竟是我自己 第一张照片 是小姑搂我脖子的画面 我穿着军训的迷彩服 手里拎着好几个奢侈品袋子 旁边就是一个中年美妇 亲密地搂着我的脖子 由于角度问题 我俩似乎还亲上了 身后是一辆红色法拉利超跑 这一看 就是富婆包养男大学生了 之后还有几张照片 小姑掐我胳膊的 小姑拍我屁股的 我落花桃的 我还把袋子丢进垃圾桶的 简直让我很窒息 这帖子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灵之士 火爆校园了 下面的评论 让我呼吸急促起来 真是我们学校的 这么快就堕落了 小哥哥这么帅 人家有这个等钱啊 绝对把富婆伺候好了 求富婆联系方式 别查了 富婆是某公司老总 这小伙子真幸运 就被人指指点点 面对大家的冷嘲热讽 我却十分淡定 因为造谣诽谤我的证据 我拿到了 我来我爸公司里的 网络工程师 随便搜了搜 发帖人的IP地址 直接查到了我的寝室 查到了发帖人就是顾凯 我还没找他 拖开我车的问题呢 结果他还主动攻击我 爆出我姓名的是胖子 这来人沆泻一气 显然不是什么好柄 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顾凯还买了水军 在评论区里清一色的留言 真恶心 赶紧退学 学校就让这种人污染了 然后他还把评论截图 发到学校各种群里 想到我往死里整 甚至还惊动了学院和辅导员 一起约谈我 我始终没整明白 顾凯为啥疯狂的要整我呢 得知真相 我才笑了 竟然因为争风吃醋 沈瑶和顾凯出对象后 顾凯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油水 于是他把目光盯上了我 当我被包养的帖子一出来 沈瑶就加入我的微信 要给你花 你给他当情人 我也可以给你当情人 物质不灭 有钱大家一起花 当时就把我CPU干烧了 想了半天才明白 原来沈瑶是想拿我当凯子 我当时就想把他拉黑 可我又看了看顾凯 于是心生一计 日后再说 没说拒绝 也没说可以 结束了对话 后来我们又聊了聊 内容确实有点让人口干舌燥 之后顾凯翻沈瑶的手机时 发现了我们的对话 那些敏感词汇 深深刺痛了顾凯的眼睛 他疯狂的质问沈瑶 沈瑶尴尬的解释说 我先勾引他的 所以顾凯心里发誓 要把我赶出学校 于是开始在网上带节奏 让我滚出学校 辅导员直接给我发信息了 让我家长来一趟学校 第二天我妈直接来了 辅导员见到我们后 直接把手机推了过来 你自己看看 你儿子品德有多恶劣 我妈皱着眉 开始刷手机 脸色越来越沉重 她是轻易不发火 一旦发火 就会掀起滔天波澜 辅导员看了我妈的样子 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看向我的眼神 满是心灾热火 这位家长 穷不能穷教育 在困难的家庭 也不能忽视 对孩子的道德教育 我妈看了我一眼 我轻轻摇摇头 示意她伤安勿躁 辅导员最后说了 鉴于我严重败坏了学校的风气 让我主动退学 我妈冷笑着 带着我转身就走了出去 门口站着顾凯等好几个人 他们一边细血地看着我 一边看着我愤怒不已的老妈 辅导员追了出来喊道 哎 你这家长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儿子给学院抹黑这么严重的事 你不给个态度 我妈冷冷地说道 网址我已经收藏了 我会把这件事的前一后果了解清楚 到时候会给你们发寒 顾凯扑吃一声笑了 发寒 装得还挺像 有些人的卑劣 真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 怎么叫复制过呀 我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 那冰冷的气场 让我也忍不住打了冷战 顾凯要倒霉了 到了晚上 我妈就打来了电话 这办事效率也太快了 铁子已经删了 热度降下来了 你什么时候需要追责 直接联系我 我听到老妈的话 感觉到了彻骨的寒意 我妈说那个辅导员是风不正 他手里有证据 问我什么时候曝光 我说再等等 同时我也好奇 顾凯为什么能开我的车 为什么能带我的表 我妈直接回答道 查明白了 顾凯他爸是咱家新招来的玩家 我一会让他给你打电话 得了 真相大白 顾凯他爸利用管家的身份 偷偷把车给了顾凯开 你可真惯着孩子 我让我妈先不动声色 接下来就是我这个 真的富二代装逼打脸的时刻了 过了一会 一个陌生号码给我打来电话 大少爷你好 我是新管家 你叫我老顾就行 有什么吩咐您 尽管吩咐 我笑眯眯的说道 老顾 我那辆蓝布基尼可以送去保养了 你明天去4S店吧 老顾迟一片刻 试探性的问道 大少爷 您最近要开这个车吗 我心中冷笑 你一个管家 听话就行 怎么还打探起主人的行程了 我笑着说 最近不堪 过段时间再说 老顾这才放心的挂断电话 中末的时候 顾凯回了一趟家 等到在上学的时候 他果然再次开来了我 那辆蓝布基尼 轰鸣的发动机声音传来 直接停在了沈瑶的寝室楼下 同学们纷纷侧目 眼里都带着震惊的神色 过了一会 沈瑶匆匆下了楼 顾凯下车迎接 俩人深情相拥 一副狗鞋偶像剧的俗套剧情 顾凯搂着沈瑶 得意的笑着对我说道 三菜 追女人你得有实力 凭你那寒酸的样子 你觉得沈瑶会看得上的 沈瑶敲了敲顾凯的胳膊 嘲讽的说道 老公 你也别这么说 他不也做过法拉利吗 不过世界人家富婆的光而已 这话一下子就说进顾凯的心坎里 他猖狂的笑了起来 笑吧 明天你就该哭了 晚上 我避开人群 朝着那辆蓝布基尼走过去 拿着我的备用钥匙打开了车 然后把我的吊坠 还有那个百搭斐力的手表拿走 第二天一早 我们下了楼 顾凯骚包的开着车带着沈瑶 我直接给老顾打了个电话 老顾 你会把我车里的吊坠 和百搭斐力给我拿过来 我在学校等你 老顾震惊了 少爷 你 我 怎么了 车不是在家里吗 你直接取东西过来就好了 难道只有我爸说话管用 我说话你就不听 不不不 少爷 我尽快给你送过去 下一秒 顾凯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接听后脸色一变 然后直接回到车里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在大家诧异的目光下 他慌张地跑下车 质问沈瑶说道 瑶瑶 我车里的吊坠和手表你拿了吗 沈瑶一脸震惊 没有啊 老公 你丢东西了 顾凯有些慌了 他连忙又打了个电话 我似乎听到对方在劈头盖脸地骂他 顾凯放下电话 满脸抑郁地看着我说道 是不是你小子偷了我的东西 你赶紧拿出来 我笑着他的摊手 车要是你睡觉都握着 我怎么上你的车 拿你的东西啊 要不然报警 沈瑶和其他几个同学也点头说报警吧 顾凯急促地喊道 不能报警 众人都狐疑地看着顾凯 然后他手忙脚乱地跑进车里 想要开走 沈瑶有些气急斑坏 他跺了跺脚说道 老公 你干嘛去 今天不是要出去都疯吗 顾凯眼神闪烁地说道 今天家里有点事 改天再陪你 他一踩油门就要跑 我悄悄在衣服兜里 按了一下钥匙按键 车子直接熄火 砰 价值八千万的兰博基尼 直接停了下来 还擦坏了花齿 所有人都傻了 这下子顾凯更惶恐了 他下车键开始检查车子 发现侧面有一道划痕 然后他就开始愤怒地对沈瑶喊道 多怪你 非得在我开车的时候说话 这可怎么办 哎呦沈瑶脸上瞬间委屈起来 眼泪也不住地打转 我笑了笑说道 顾凯 你是不是没钱修车呀 宝贝对不起 刚才不是故意凶你的 别说撞车了 就是扔掉我也不心疼 我心中冷笑 修车费起码十万块 看你跌到时候心不心疼 顾凯把车开走后 我再次给老顾打电话 老顾 你什么时候到 大少爷 我 你再稍等我一会 我忽然拉肚子 老顾 都一个小时了 你到哪里了 大少爷 您听我解释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 不小心掉厕所里了 嘟嘟嘟 我直接挂断电话 到了晚上 我看见顾凯鼻青脸肿地回到寝室 估计被老顾揍得不轻 眉眼里带着郁郁寡欢的神色 老顾应该拿着我的车去修理了 没一周时间回来 之后的几天 顾凯之前的反常表现 让同学们开始富肥起来 有说顾凯可能是打肿脸充胖子 他根本就不是富二代 也有的说他衣服都不是高端品牌 好像还是山寨货 沈瑶自然也听到了这些声音 我听到顾凯在寝室里给他打电话 瑶瑶 你在说什么呀 难道你是因为钱才跟我在一起的吗 沈瑶家里虽然不至于太有钱 但我看他送过顾凯不少礼物 也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家 这样的女人 找顾凯还能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更多的钱了 见顾凯身份似乎存在水分 沈瑶也爱搭不理的 顾凯现在有点慌 因为他这样的普通人 如果能找到沈瑶 那才是赚大了 所以他不想失去沈瑶 就要想尽办法稳住他 于是他又想出了一个更绝的好点子 顾凯承诺 在沈瑶19岁生日的时候 为他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 届时邀请全班同学一起参加 同学们 在我家里举办 就在江北的别墅 空间挺大的 大家能玩得更轻松一点 之后 顾凯还发来了一个定位 我拿着手机一看 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的兰博基尼已经成了你的 我的手表成了你的 怎么我家的别墅 也成了你的了 行吧 那就等别墅过生日那天 一起来点刺激的吧 顾凯对沈瑶越发细致入微 反倒是沈瑶却对顾凯越发怀疑 估计老顾也想拴住 沈瑶这个富家女 所以把别墅钥匙偷出来 给顾凯使用 这对奇葩父子 到时候要你们好看 幸亏我有备用钥匙 否则这场大戏还真没发演呢 过了几天 老顾给我打来了电话 差点都快哭了 大少爷 您的吊坠和手表真没在车里 是不是你忘了放在哪里了 我笑着说道 那就报警吧 老顾犹豫了半天 才坑吃别度的说道 不用麻烦警力了 我再找找 我继续说道 对了 我买了四瓶限量版的罗曼尼康蒂 会邮寄到别墅 你安排人帮我收一下 老顾立刻紧张了 语气也带着慌乱 少人 你最近要去别墅吗 看见没 多心虚的表现啊 你身为管家 这种你不应该问 还需要我准备什么吗 怎么还关心起主人的行程啊 我装作不介意的样子说道 下一个月去吧 约了几个朋友 你确定吗 少爷 我没有回复 挂断电话 有些人给你脸都不要 那以后 也就不要脸了 我确定 我确定 到时候让你们无地自容 生日宴终于要到了 这天一早 顾凯就在寝室里换衣服 西装革履的 头发还抹了油 一副霸道总裁犯 我看着那套衣服 也是哭笑不得 是我18岁那年 我妈给我私人定制的 平时我也不怎么穿 就放在家里里了 没想到被他拿出来了 估计是老不偷的吧 我比顾凯要高一些 他穿着有些不伦不类 一起跟着他下楼后 我们去接了沈瑶 他也是盛装出席 最后俩人坐着 我拿修好的蓝布金尼 前往别墅 而我们这群穷鬼 只能坐公交 到了别墅后 大家都对别墅里 奢华的装修所震撼了 偌大的客厅里 长条餐桌上 摆满了吃的东西 但也没有太贵的 小面包 小香肠什么的冷食 寝室的胖子 热情地招待着大家 吃好喝好啊 大家不要搞坏房间里的东西 顾凯作为男主人 也会心疼家里的保洁员的 两位主角马上到场 大家伤而勿躁 我趁着大家不注意 把我放在储物间里的 四瓶罗曼尼康蒂拿了出来 胖子看到后 眼睛一亮 连忙打开一瓶 跟几个同学好引了起来 半个小时后 顾凯和沈瑶 漫步从楼上走下来 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一层 看着顾凯扶着沈瑶 俩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从二楼缓步走下楼梯 一个穿着晚礼服 一个穿着西装 他还故意轻蔑地看了看我 适应我这个农村来的酸菜 离远一点 顾凯清了清嗓子 微笑着说道 欢迎大家来到我家 一起为瑶瑶庆生 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说完 他身世有礼貌地俱了个宫 然后继续说道 今天的主角当然是沈瑶 我准备了一个超大的蛋糕 让我们一起去切 好不好 沈瑶幸福地点点头 在顾凯的搀扶下 来到巨大的蛋糕旁 大家纷纷掏出手机 准备记录这幸福的瞬间 而此时的我也拿出了手机 发了条信息 老顾 我跟朋友还有十分钟 倒是去别墅 你把我栏目基尼开过来吧 我一会直接开走 老顾直接把电话打了过来 少爷 你不是说下月去别墅吗 怎么了 不欢迎我回家 我回我自己家 还得向你请示 不是的 大少爷 别墅还没有打扫 没事 我不住 我就去点东西 接下来老顾又说了很多 这不方便 那不方便 我懒得和他说 直接下达了命令道 你是需要我迁救你的时间 就十分钟 我要去别墅 你别废话了 然后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另一边 沈瑶已经许好愿望 和顾凯俩人 双手握着一把刀 似乎刀尖落下 那见证他们爱情的蛋糕 就会让他们终生甜蜜 灯光亮起 全场欢呼 就在这幸福至极的时刻 顾凯的电话响了起来 顾凯看了一眼 直接挂断 再次要切蛋糕 没想到电话又响了起来 他皱着眉 对沈瑶说等一等 然后起身去接电话了 离远一看 顾凯接电话的时候 脸上带着委屈 慌张 愤怒 那表情真是精彩极了 不用猜 肯定是老顾给他打电话 让他赶紧麻油滚蛋 好戏 开场了 顾凯再次回来时 像双打的茄子 整个人都粘了 脸上表情十分精彩 此时 大家都跃跃欲试 等着他切蛋糕呢 可是顾凯忽然跑到沈瑶身边 有些尴尬的 对所有人下了主客令 同学们不好意思 我刚刚接到电话 说物业十分钟后 要来做全屋消毒 需要我们立刻散场 同学们都愣住了 沈瑶吃惊的 看着顾凯问道 物业消毒 需要我们散场吗 顾凯被逼得满脸通红说道 我的别墅消毒非常复杂 你是刚刚通知我的 所以道歉了 大家有些无语 说话也酸酸的 刚开始就结束啊 逗我们玩的呀 就是啊 刚来别墅 屁股还没做热呢 就让我们走 我也带礼物来的呀 真的太搞笑了 一个物业 就能让主人把客人赶走 这房子 到底是谁的呀 沈瑶觉得没有面子了 当场就冷冷地说道 顾凯 你是不是出风了 今天可是我生日 是你亲口说来 你家帮我庆祝的 现在把大家撵走 算打门子是啊 现场一片混乱 就是没人走 顾凯十分着急 不停地看着时间 瑶瑶 你理解我一下好吗 我下次保证 给你一个更好的深夜 这次真的得散场了 胖子见俩人要吵架 也上前劝说了 顾哥 能不能和物业沟通一下 你每年交几十万的物业费 他们就不能好好服务你吗 顾凯直接怒了 他直接大声喊道 宴会结束 赶紧走吧 别玩了 我看了下时间 已经过去了五分钟 顾凯都快哭了 同学们都没散 他自己疯狂地跑了起来 穿着西装的 他自己跑到餐去 把各种没吃完的食物 甚至那个大蛋糕 直接往垃圾桶里丢 所有人都被他的迷惑行为 整猛逼了 大家更不走了 有好心的 已经开始拿出手机 准备吃瓜了 顾凯现在双腿轮得飞快 好像风火轮一样 双眼通红地盲目着 胖子也十分费解 他喝了一瓶红酒 晕晕乎乎地问道 顾哥 怎么了 物业也管蛋糕吗 顾凯眼睛里带火地喊道 管你妈的蛋糕 你痛是不是吓 还不过来帮忙 吓得胖子一击零 酒气都散了不少 沈瑶双手环抱 冷冷地看着顾凯 脸色阴沉 大家也焦涂接而起来 顾凯见所有人都没动 疯了似的喊道 你们还站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快滚 大家都被吓到了 第一次看到 平时风度翩翩的顾凯 竟然有如此猙獰的一面 屋里一片混乱 我坐在沙发上 就静静地看着顾凯失心疯了似的 来回奔跑 顾凯看向我 然后让我也滚 我歪着头笑着说道 顾凯 一个物业消毒 你至于这样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 顾凯被我问住了 直接傻了眼 别墅里的其他同学也开始质疑了 对呀 一次消毒而已 你至于这么慌张吗 整得这么紧张 就跟不是自己家似的 这一句话直接惹火了顾凯 她表情猙獰的说道 这就是我的家 你再说一次 说话的女生 被顾凯吓得花枝乱颤 时间越来越接近十分钟的期限 顾凯越来越暴躁 沈爻想要阻止她 竟然被顾凯直接推倒了 沈爻一脸的震惊 她愤怒地喊道 顾凯 你竟然敢推我 我们结束了 分手 屋子里乱成一团 就在这时 我的电话响了起来 乘我直接打开免提功能 大少爷 我在屋里 老顾的声音有些颤抖 您进去了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顾凯直接傻眼了 手里的蛋糕都摔了下来 大门被推开那一刻 同学们的目光都在门口 那个男人的身上 老顾手忙脚乱地走了进来 他看见我坐在沙发上 周围乱成一团 整个别墅都带着乱七八糟的景象 他直接一巴掌 扇在了顾凯的脸上 爸 你为啥又打我 同学们都震惊了 眼前这个老头竟然是顾凯的吧 看穿衣打扮和气质 也不像富翁啊 老顾连滚带爬的来到我身边 大少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管教不严 您大人有大量 我儿子就是想见您家的别墅办个小聚会 我肯定给您收拾干净 看来老顾还不知道 我和顾凯的恩怨呢 同学们都震惊了 大少爷 别墅的主人不是顾凯 而是我 沈瑶却眼前一亮 穿着碗礼服向我的位置挪了挪 我直接笑着对老顾说道 你儿子偷开我的车子 偷穿我的衣服 偷用我的别墅 而且还造谣污蔑我 你就道歉就结束了 我拿出手机 点开我和小姑的照片 大声说道 老顾 你告诉大家 这女人是谁 老顾颤抖着说道 这位是你小姑啊 怎么了 哗 全场炸裂 原来那个富婆是我小姑 原来我没有被富婆包养 原来我才是真正的富二代 原来顾凯是个假冒伪劣的 同学们都对顾凯投以鄙视的眼神 原来真富二代就坐在沙发上 而顾凯连赢品都算不上 充其量是个小偷而已 顾凯是个山寨的呀 真是自欺欺人啊 他只是管家的儿子啊 他也好意思装 啪 沈瑶也一巴掌扇在顾凯的脸上 顾凯你骗我 你根本不是富二代 顾凯傻傻地站着 感觉自己已经射死了 我冷冷地说道 顾凯 说我被富婆包养的帖子是你发的 把我名字报出去 是胖子做的 让我退学 是也是你们找的水军 我可都记录下来了 律师下午就会向法院提交证据 我要起诉你们造谣诽谤 泄露我个人信息 你们等着吧 说完我转身就走 路过老顾的时候 我眯着眼说道 对了 你儿子把我车撞坏了 我还得报警抓他呢 扑通 这下子老顾直接跪了下去 我路过胖子的时候 还笑眯匿地说道 我买了四瓶罗曼尼康蒂 你偷喝了两瓶 记得把钱还给我 每瓶二十万 然后我直接离开了 那天的场面被同学拍了下来 发到了网上 热度远超当初他污蔑我的那条帖子 拖无望 胖子被刮了七天后 赔了我二十万 最后灰溜溜的退学了 沈爻更惨 他爸和我家有业务往来 我妈大比一挥 直接让他家破产了 那个失利演的辅导员老师 也因为失德败坏被开除了 老顾暗地里托我家的东西 最后不得把房子卖掉赔钱 被我妈扫地出门 听说最近在外面乞讨来着 其实我一直想低调 但大家不允许我低调 这事之后 我爸妈再也不让我低调了 琼瑶那里面直接换了 同学们之前大家都叫我三菜 现在称呼也变了 三菜大王 我可以和你去约会吗